内阁总理袁世凯奉龙玉皇太后议旨 组织临时政府 随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文 发来五条协议 袁世凯看了很满意 即日答复说 共和是最好的国体 这一点为世界所公认 如今我们由地质一跃改为共和 这是诸公多年之心血 也是民国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然下诏此位 则诏书宣布之日 就是地政之终局 也是民国之开端 从此努力进行 一定要达到圆满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现在统一组织任务兼具 我非常愿意南下 聆听您的教诲 共谋进行之法 可是因为北方秩序需要维持 各路军队需要加以部署 而东北人心也不稳定 稍有动摇就会牵涉全国 诸军动建时局 必能理解我的苦衷 至于如何建设共和国家 诸军向来都有研究 成竹在胸 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 还请赐教 临时大总统孙文接到电报 便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 说 关于南北合议的经过 日前已交贵院备案 本总统认为 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 清赋专制 一师大起 全国仅从 清帝鉴于大势宣布退位 赞成共和 承认中华民国 从此地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 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当缔造民国之时 本总统被选为公仆 宣布誓词 以清赋专制 巩固民国 图谋幸福为己任 等到专制政府倒台 国内无变乱 国民着力于世界 为列邦公认 本总统即行辞职 现在清帝退位 专制已除 南北一心 更无变乱 民国为各国承认 指日可待 本总统应该履行诺言 辞职隐退 为此资告贵愿 应代表国民之公义 素举贤能 来南京揭示 以便我解职 最后还附有几项条件 临时政府地点 设于南京 为各省代表所议定 不能更改 我辞职后 等参议院选定新总统 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统及国务各员 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 为参议院所制定 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 之一切法律章程 同时还提交了一份 见贤自带的咨文 是这么说的 近日本总统提出此表 要求改选贤能 选举之事原本是国民的公权 本总统不该多说什么 但是此前 我曾经让武厅方代表 致电北京 约定 如果倾递退位 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 就推荐他出任大总统 此次清帝逊位 南北统一 援军出力很多 他发表的证件 更是绝对赞同共和 选他为总统 必能尽忠民国 况且援军赋予经验 民国统一后 需要有建设之才 所以我把个人的主张 提交给贵院 为民国前途考虑 请不要选错了人 这两篇资文到了参议院 议员们都有权表决 定于2月15日 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到了这一天 孙总统率各部总长 及各将校 共同拜业孝林 孝林就是明太祖的墓 在南京朝阳门外 中山的南路 由孙总统主绩 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 私主官读完记文 两旁奏起军乐 数万军士无不欢腾 各国领事都来官礼 也是赞不绝口 祭礼完毕 回到临时总统府 举行庆贺南北统一 共和成立的典礼 先由军士明礼炮17响 然后孙大总统就位 依次奏乐唱歌 各部总长次长随班就列 向孙总统鞠躬 表达敬意 孙总统也回礼 随即向大众发表演说 清帝退位 南北统一 这都是无数智士 无数议师 用无数热肠铁血 拼出来的 但北京方面 全赖员工未停 惨淡经营 方得成功 所以员工 是我民国的好朋友 民国成立后 不应将他忘怀 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 如果员工当选 想必能巩固民国 况且日前曾接到他的电报 说要永不使君主政体 再现中国 他是当代英雄 日后必不会食言 只是临时政府地点 仍需设在南京 南京是民国开机 长此建都 好作永久纪念 不像北京那个地方 受历代君主的压力 害得毫无生气 此后格顾顶心 当有一番佳境 我虽卸任 总还是国民一份子 仍愿竭尽棉薄 为新政府效力 演说完毕 只听着一片鼓掌声 震耳欲聋 随后奏起君乐 响彻云霄 大家三呼民国万岁 方才散去 下午参议院开会 选举总统 共有17省议员 每省有一票 投票结果全是袁世凯三字 全场一致 选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随即通知北京方面 请袁世凯来南京就职 孙总统也以个人名义 发电给北京 大意是 临时政府 以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职书 并推荐员工为总统 只是员工必须先到共和政府任职 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 若担心北方骚扰 无人维持现状 可以先推举人才 电告临时政府 委派他为政府北方的委员 等等 大家想 袁世凯的势力全在北方 如果让他南下就职 明明是要剪除他的羽翼 袁世凯这人 鸡变如神 聪明的呢 怎么肯孤身南下 来做临时政府的傀儡 于是 袁世凯垫赴孙中山说 清帝辞位 自应肃谋统一 以定危局 这关系到民国存亡 日前接到孙大总统电报 说他已经辞职 推荐笔人 要我尽快来南京 并推举一个人给临时政府 授予他政府北方的权权 我袁世凯德伯能险 何敢单词重任 之前我已经发电报声明 愿意去南京就职 然而我一直滞留在北京 实在是因为北方危机四伏 全国半数的生命财产 我不能不管 并不是因为受清帝的委任 孙大总统来电说 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 极为正大 现在我这个临时大总统 是国民代表选出来的 所以当然谈不上 是什么清帝委任 可是我现在南下 实在有无穷的困难 因为北方军民的意见 还存在分歧 皇族又受外人愚弄 背地里搞小动作 北京的外交使团 也一直不想让我离开北京 屡次跟我谈及这一点 此外奉天方面 实有动摇 外蒙各蒙也不断报警 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 如果因为我离开北京 导致变乱 这完全不符合我 爱国旧事的志向 如果推举一个人代替我 又实在找不到 可是长此以往 国家不能统一 外国人也无可承认 险象还生 大局就更危险了 我反复考虑 与其孙大总统辞职 不如我让位 等南京政府 把北方各省及军队 妥善接收以后 我立即退归田里 做个共和的国民 在未接收以前 我仍然会竭尽所能 以维持秩序 总之 我是以爱国为前提 绝不希望因为大总统问题 酿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这份电报的前台词是说 如果一定要我去南京就职 我就辞职不干了 看你们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孙总统接到电报以后 又到参议院商议 是否可行 委员长李兆甫 以及直立议员谷中秀等人认为 临时政府地点不如改设北京 因为临时政府为全国视听所观 所在位置要能够统一全国 方能使全国顽固 而且能够维系四万万人心 我民国五大民族从此联合 作为一个大中华民国 以前由各省代表 指定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 是因为当时大江以北 还是清军的势力范围 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如今情况变了 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定都北京为好 这话也有道理 但是还有几个议员反对 仍然主张南京 于是通过投票表决 来解决这个问题 投票以后 主张北京的有20票 主张南京的只有8票 参议院把这个结果 告知了孙总统 可是孙总统的意见 依然希望定读南京 于是他援引临时政府组织条例 要求参议院复议 原来在临时政府大纲中 有这么一条 说临时大总统 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 如未以为然 得于据报后 十日内声明理由 交汇复议 孙总统就是在行使 这一项权力 参议院接到孙总统的 复议请求后 再开会议 竟然推翻了之前的决定 赞成定都南京 不赞成北京 李兆福 谷中秀等人 就跟其他人争论起来 争论得非常激烈 后来经过中立党斡旋之后 还是靠投票解决 结果是7票主张北京 19票主张南京 像这样重大的问题 只隔了一夜 结论就变了 朝三暮四令人难以理解 孙总统接到复议结果 自然再次致电北京 请袁世凯即日南来 并说要派出专使 北上欢迎 袁世凯回电 不再坚持辞职了 但依然强调 北方动荡不安 不宜去南京就任 又给参议院发电报 依然强调自己去南京就任的困难 然后说等南京专使到了北京 商议出办法后 再电告参议院 就在袁世凯跟南京方面反复交涉的时候 临时副总统黎元宏也有辞职电文 发到南京参议院 2月20日参议院又召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 投票公决 仍然是黎元宏当选 黎元宏因为这是大家的决议 不好再推辞 也就接受了 于是南京临时政府便派遣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 率领汪兆明、宋教仁等 连同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一起北上 启程前先致电北京通报专使出发的消息 2月21日使节出发 至27日到了北京 只见正阳门外已经高达彩棚 用京东布雕的翠柏 扎出两个陡大的字作为匾额 左手是欢字 右手是迎字 欢迎两字旁竖着两面大旗 分为红、黄、蓝、白、黑、五色 代表五族共和的意思 彩棚前面左右站着军队持枪致敬 又有袁世凯特派的专员出城迎接 城门大开 古月齐名 同时名礼炮时余响 蔡元培专使带着汪、宋等人 与唐绍仪下了车 由迎宾使向他们行礼 双方面官鞠躬、相邪入城 早有宾馆预备 也铺排得精洁雅致、窗明激净 馆中物件一应俱全 仆人也各个周到 外面更还位进军 特别保护 蔡砖使等住进宾馆 与迎宾使聊了一会儿 迎宾使交代清楚 当即告别 唐绍仪也回去复命了 当晚京中人士接二连三来拜访 寒暄已过 便说起袁世凯南下的厉害 一方面是为迎接袁世凯而来 所说的无非是 南方人民渴望员工 员工能早一日南下 即早一日未旺等等 另一方面是带着任务过来试探 都说 北京人心定要员工留住 组织临时政府 若员工一去 北方无所依托 未免生变 况且元明清三朝 均以北京为国都 一朝迁移多有不便 就是辽东三省与内外蒙古 也是边长莫及不好驾驭 实在令人担心 理应预先防范 便通办理为事 双方都借民心说事 其实人民根本就没参与 都是孙 袁 两个人的意见 彼此谈了一阵子 也谈不出个结果 不觉已经深夜了 主客都面有眷容 当即告别 蔡传使入室安寝 第二天起了床 大家抖擞精神 要去见当选的元大总统了 到底元总统是否答应南行 且待下回再表 我之前就有没有 我所见到 还是不变的 不变